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春琳 我是马来西亚全球益金风水命理协议的院长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阳宅百煞中的火行煞 火行煞就是我们的屋顶 有三角形或者锥状 对道的人就换到火行煞 因为火行煞是三角形 所以会有官司、是非 所以住在里面的人身体方面也会不好 同时脾气不好影响到亲情 另外赚钱印、事业印都会受到影响 还包括换小人 那假如说是公司、商店 那则生意比较难做 会有一些是非、纠纷 赚钱也受到影响 所以火行煞一定要避免 像我们看一下 火行煞直接对到这个屋子 那这个屋子就是换到火行煞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